花林县政府113年南岛系列讲座第六场 有构南岛植物DNA 述说南岛足语迁移史 将会在9月4号在花莲文创园区第四栋举行 而这一次的讲座是荣幸邀请到了 中央研究院生物多阳性中心博物馆主任 暨研究员中国方来担任主讲 邀请大家一同来见证花莲的多元文化之美 南岛系列讲座为花林县政府113年度 重要市政的计划 着重于台湾云住民族与世界南岛与族深度文化交流 以及国际视野拓展 讲座邀请国内大师及专家学者 以及花莲在地知名歌手等人士共同交流分享 落实花莲县县长许正伟 走向世界世界走进花莲的政策理念 先我期望透过讲座拉近南岛的故乡 花莲县县与世界的距离 促进跨文化交流与共享南岛与音乐交织的 独特饗宴 除了专业其丰富的南岛文化研究成果的交流分享 花莲县政府同样安排了花莲县内 云族民族歌手进行音乐表演 这次众邦邀请军旗第35届专辑奖 最佳云族民族专辑奖入围者 金钟奖第51届 教育文化奖主持人得主 阿罗卡丽婷巴奇拉 现唱将结合讲座主题脉络 为现场听众带来美妙的歌声 这次讲座难得机会也欢迎民众永远报名 这场讲座有办理公务人员 众生学习实书认证 欢迎公布们同众们来参与学习 欢迎县政府原住民行政处 曾致邀请参与南岛系列讲座 求其花莲与台湾民众 能够在植物与音乐的交织之下 共同认识与重构台湾原住民族 与南岛族裔的生活文化领域 以及过往的文化生活貌样 也一同来见证花莲多元文化之美 记得交易和收拾 请不吝点赞 订阅